把于是胡仙旭训出腹肌 管得了陈坤周迅 还能让baby获奖 乌尔善导演到底有什么魔力 开完封神训练营的乌尔善导演 这次又把训练营开到了一人之下 直接报给了胡仙旭 把他从大胖小子变成了这样 都给训出腹肌了 原来当时被拳王喊哑巴新郎的他 就是进乌尔善训练营了 还在营里学会了八卦掌和八级拳 难怪在花哨里还叫人打八级拳呢 打出去 然后一个回心轴 而视野冯宝宝的李婉达 训练完也直接拿下了八级拳一等奖 为了更贴近角色 还硬是让话老的他一个月不说话 他们让我直语 完全不说话 不沟通 一个月 他甚至连金龟子都报改了 童年回忆硬是给我整成童年阴影了 虽然网友对部分选角还有点争议 但我不信慢改 我还不信乌尔善嘛 他可是管得了陈坤周迅 还能让baby获奖的人啊 话题二里的陈坤周迅真的是经典 但离了乌尔善的他俩 一个乱改台词 一个疯狂改剧本 我怕了 哈哈 你的嘴真大呀 他还能让演技拉垮的baby 在寻龙角里毫无违和感 演出了一个白月光女配该有的样子 这个睁眼的镜头 惊艳了多少人 直接让baby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 而同样被乌尔善训练出来的余世 这次也凭借在风神榜里的表现 提名了百花奖最佳新人 乌尔善导演的功力真的了得 好像在他的电影里 所有人都会更出彩 真的是出道了多久 就在训练营待了多久啊 而风神的质子团们 进训练营之前 卖羊肉串的 见复活前的Tony 还有我们办卡的健身教练 气狗 进训练营之后 这真的不是健身训练营吗 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乌尔善训练营是完全封闭式的训练 不但有教表演的大师课 还会教骑马 礼仪 武术 游泳 等等 他们可是有正经课表的 晚上甚至还会查寝 难怪于是考了一堆证出来 没开玩笑